郭文貴議員 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國發會吳處長 委員好 吳處長你好 今天我們在審第二預備金 去年的第二預備金 在整個75億裡面 從現在所提出來的報告當中 可以看得出來 你們去年在10月30號所宣布的 短期消費提振措施 裡面佔了相當高的比例 我大概行政院3億多 將近4億 經濟部24.5億 交通部3.75億 可以說是在這次第二預備金的審查當中 佔一個非常大的比例 那我想所有的人都很關心 就是你們去年10月30號 所推出來的短期消費提振措施 到目前為止你們所評估具體的成效如何 當初其實我們就有在評估 本來是40.8億後來增加到50.8億 那成效大概是會增加GDP大概197.8億台幣 我大概再進一步請教一下 就是你們什麼時候決定增加到51億的 這個是在後續 就是在大概今年一二月的時候 因為譬如說是在像節能節水啊 或是像小型農機具 因為反應非常熱烈 所以後來就陸續增加了一些金額 包括一些旅遊住宿這一塊 沒有啊 我相信你們補貼給民眾去買那些家電產品 或者是旅遊 就一般民眾的反應會很熱烈 這個我並不意外 但是我現在想要具體請教的是說 你們在決定增加到51億的時候 那個時候單純的是因為在民間的反應很熱烈 還是說有做過什麼樣子的評估 做了這樣子的決定 因為我覺得本來我們這個消費提振桌子的一個精神 就是希望透過政府的補助 企業可以多一些其他的一些折扣 然後民眾如果反應熱烈 他會增加一些消費 所以當然很自然而然 當我們看到這個反應非常熱烈的時候 特別是在旅遊業這一塊 我們就立刻的加碼 那個名額就開始增加 所以我覺得最終的目的都是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讓這個消費的動能可以比較起來 我絕對相信喔 當初你們在提這個措施的時候 一定是利益良善 因為當初你們一開始所提的時候 希望能夠提振GDP到154億嘛 對 那剛剛按照您所說的加碼以後 希望提到191億嘛 對97.8 那到目前為止 你們針對這一個措施 我的問題其實蠻具體的 就是對於它具體的成效 你們做過什麼樣的評估報告沒有 有 應該是說我們更完整 我們事前就有評估嘛 評估這樣的一個方式 如果我們 沒有啦 你事前所做的評估 就是你的forecast 你會有一些預期在嗎 對 那我現在希望看到比較完整的齁 是你們具體 按照目前施行的狀況實施的效果 因為我必須要老實講喔 就是說 作為一個在預算把關的立委 我看到這一次所提出來的 第二預備金動之數額表 我老實講 我感覺到心裡非常的不安 那之所以不安啊 是上面大概只有數字 沒有具體的說明 那基於什麼樣子的理由 基於什麼樣子的評估 基於什麼樣子的需要 要去追加這些預算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某個程度上 當行政部門 沒有提供必要的資訊 我們在這邊審 預算 特別是像這第二預備金的 往往就會成為橡皮圖章 就是你們提了啊 說這個可以增加GDP 這個可以刺激消費 這個對經濟成長有影響 那如果立法機關在審這些預算的時候 完全按照行政機關 嘴巴所聲稱的那些口號 就接受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也可以接受啊 這樣子立法審查 預算的品質是很低的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拜託啊 國發會 剛剛您跟我說 你們有做評估嗎 對我們因為報告委員不好意思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整個那個措施 有部分是在2月底截止 那有部分會在6月底 所以我們本來就規劃 4月底5月初 會做一個完整的評估報告 我想會後我們可以提供給委員 你們到目前為止 你說4月底5月初 要做完整的評估報告 那有中間的評估報告嗎 我們可以在那個會後 把當初我們所規劃的一些量化 所評估的量化跟值化的效益 提供給委員參考 是不是可以麻煩你們 除了這次會後提供參考以外 以後再提出你們書面報告的時候 可以把這些報告同時 也付給本院的其他委員參考 那要不然的話 在審這個預算的時候 只有看這些數字 沒有看到你們基於什麼樣子的評估 要去追加 事實上真的會讓人家 感覺到非常的不安 所以是不是可以再麻煩 國發會這邊 把你剛剛所講的 你們內部可能有做一些 暫時性的評估 把內容提交給 不僅僅是我個人 也給其他的委員參考 沒問題 好 那個 請回 主席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再麻煩請 那個司法院還有法務部的代表 好 請上台 部長 不好意思 我先麻煩一下法務部的陳次長 次長你們在這次第二預備金的時候 因為司法官的退養金 然後希望多編了1800多萬 第二預備金的預算 如果我看上面的數字沒有錯是這樣 那您可不可以告訴大家說 去年2015年法務部申請退休的人員有多少人 104年度有34位 您講的是檢察官嗎 檢察官 對 我現在就是我上個禮拜不好意思 因為到禮拜五的時候才看到今天的議程 所以我就趕快拜託 我看完了今天的議程相關的報告 我趕快請了那個貴部的同仁很辛苦 幫我整理這個資料出來 那他給我的這個資料可能不僅僅是檢察官的 還有法務部其他的同仁 2013年申請退休的人數是359 2014年是363相對都穩定 到了2015年的時候已經增加到570億個人 那就檢察官的部分 其實司法院齁 你們所呈現出來的情況是一樣 司法院的法官2013年申請退休的20個 2014年15個 到去年 2015年突然提升到63位 我不曉得次長或是司法院 你們對於2015年突然增加了這麼多 申請退休的法官或者是檢察官 知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先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檢察官的部分來講 因為是2015年 就104年1月6號 是新制的法官法有關於60歲以上就可以領退養金 過去的話呢 是65到70之間領退養金 那這個部分的話 新制法官法修改 所以有增加了一部分的 申請退休的人員 2011年齁 在修正法官法的時候 我相信 法務部或司法院都很清楚齁 對於新制 對於法官的退養 有比較憂鬱的保障 那我覺得這個方向上面 我個人並不是反對 但是我現在看到我法務部 你們平均同仁退休年齡 次長您知道幾歲嗎 我沒有去統計 我可以直接跟你講 按照你們提供給我的資訊 是56歲 裡面百分之90幾以上的人 都是領月退休分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大概必須要這邊先打住 我會希望法務部還有司法院 你們在看到整個退休制度的時候 同時可以去斟酌到 去考慮一下 為什麼這麼多人 五十幾歲 就申請退休 領月退休分 對於整個國家整體財政 所會造成的負擔 法官法裡面 所得替代率最高的天花板 竟然到了百分之九十八了 竟然到百分之九十八了 我相信這個在舉世當中 都是一個非常罕見的制度 對於我們整個年金制度 接下來的改革 我們必須要共同的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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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